歡迎大家來到香港這一天 2014年的七警案 佔中時期的七警案 大家都記得 七位警員 有五個警員 最終被判 罪名成立 刑期十幾個月 都已經復原刑 已經是 放了牢 但是這幾位警員 都繼續上訴 上訴到終審法院 今天作出了一個裁決 拒絕了他們上訴的申請 上訴所有的申請 意思就是 司法程序正式完結了 整件事都可以這樣說 有一個定論 就是聚成 這個結果 雖然好像有歷史 但是始終都是歷史的紀錄 很多人可能都會覺得公義得到彰顯 都會覺得欣喜 但是我們想想 如果是換轉時空 2014年的七警案 在2020年今天發生 其實會不會還有七警案呢 我很懷疑的 一會兒解釋一下為什麼 歡迎上我們的Facebook 講一下好像一件歷史 但是其實跟我們今天發生的事情 警暴問題都相當多 相當大的關係 七警案今天 完了 終審庭拒絕了他們的上訴 大家有什麼看法 歡迎 發表一下 這件事就是2014年 當時在金鐘外面的天馬公園 有當時很晚 七個警察 將社工曾建超 就帶了去一個角落那裡 然後有家電視台 TVB 拍到一些片段 拍到一些片段 出了街的報導 講拳打腳踢社工 那就是一位市民 然後拳打腳踢那幾個字 就被刪走了 拳打腳踢那幾個字 刪走了 但是就掩飾不到 其實拳打腳踢的違法行為 也都不可以抹走了 就是整件事 其實就是警方一個不光彩 甚至是一個羞恥的歷史紀錄 也都不可以改變了一個事實 什麼事實呢 就是任何人 包括警察 其實如果他們是違法的話 他們是要為他的行為負責 今天的上訴 好 代表警員的律師 其實就是砌一件事 其實是想砌下一些 呈堂證據的所謂真確性 呈堂證據很主要 其實就是一些影片 一些提交上去的媒體 或者其他地方 拍到的一些片段 就說質疑其實這些片段 有沒有做過手腳 也都質疑原審法官 就沒有評估到這些片段的 所謂質素這樣說 終審法院的法官就不接受了 詳細的判詞也要遲些 但是今天也有法官就提到 其中一位李懿法官就提到 就是說 科技你可以很多事情造假 但是控方舉證的時間 舉證的時候 都已經有考慮了 這些是 是不是一些合理 就是一些有合理的疑點 就是這些片段證據 有沒有一些合理的疑點 上了去 原審法官也都接受了這些證據 那你現在反過來 其實就不通的 那些片段不是說 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大家很多其實都看過那段片 那我想 絕大波多數的人 看過那段片段 其實都可以清楚見到 所謂拳打腳踢 這件事 那相信不是很多人 懷疑這些片 其實是不是假的 或者是怎樣技術做下去的 在其他地方發生 搬了下去的 沒有 最終 所以 辯方想 辯方的律師 警員的律師 是想砌下 片段的真確性 最後就是失敗 原因其實真的很簡單 因為真相 就很清楚 沒有什麼疑點 那些片段 這件七警案 和當年 11月 2014年11月 在旺角的 朱經緯案件 朱經緯案件 都是佔中期間 兩宗 兩宗就是 相當引起相當多關注的 警員執法的時間 就是用暴力違法的行為 同樣地 兩宗 兩件事都被人拍到 電視台 或者被一些市民 拍到一些片段 當然中間都有一些波折 七警案 監警員都搞了一大輪 最終 都要交給這個律政司 最後就作出一個 作出一個檢控 頭尾 頭尾就搞了六年 搞了六年 這件案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歷史 但是其實跟我們現在 過去大半年 發生的 反修例所引發出來的 示威衝突 警暴問題 其實都很大 很多很大的關係 過去那六年 過去那六年 七警案發生了之後 佔中的一些 這類警民 發生了之後 我們看到的 當時的梁振英政府 現在的林鄭月娥政府 其實都沒有認真地去回應市民的 對這些警員 使用非法 非法無力 違法的一些行為 一些強烈的反應 而當然也很重要 就是 也沒有去看回整個背景 佔中這件事 那個社會政治的一些 所謂深層的原因 那 就 很多人其實都有提過 當時 其實都已經成立獨立委員會 調查佔中 那當然 如果真的做得成 相信 警方處理那個問題 以至於這些案件 其實都已經做了一些檢討 什麼都沒有做的話 留下了火種 其實 留下了火種 去年就點著 那怎樣點著 就是 一發不可收拾 接下來就是 一些示威暴力 警方和示威者的一些暴力衝突 不斷惡化 警民關係 就去到一個兵點 以至於整個政府和市民的關係 就是 警暴問題是一個死結 現在我們都看到 一天不解決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炸彈 近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很多 明顯 都是多了一些針對警署的 一些炸彈事件 其實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警號 七警 這件事 朱經緯的案件 其實 2014年 都已經是 一些很清楚的一個警號 就是當社會 社會衝突 警民的一些衝突 不斷地升級的話 作為警隊 他有公權力 他是有 可以合法地使用暴力 使用武力 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 其實是要更加 更加要克制 那兩件案件 其實都是 沒有克制 所以出現的七警 和朱經緯的案件 但是後漸中 我們看到剛剛的相反 就是警隊 其實警員執法的問題 其實是 變得相當政治化 就是一針對到一些警員 其實他是違法 就是執法的時候違法的行為 往往就是被指 是針對警員 其實很清楚 是針對警員 就是違法的行為 不是針對警員 但是我們看到政府也好 警方管理層也好 其實都是把事情 簡單化了 標籤化了 這些都是一些抹黑 這些都是社會上 有些人不想警方執法 最近警隊 警隊一角都還在這樣說 就是說 要分化一些人動事 和警隊 其實在做一些有意無意 就是在鼓動一些 鼓動一批人去支持警察 那麼 那個客觀後果是什麼呢 其實社會就更加分化 那七警案本應對警隊是一個教訓來的 教訓就是說 就是執法 就是如果你執法的時候 不守法的話 你個人 就是這五位警員 還有整個社會其實都要付出代價 但是很可惜就是後漸中 我們看到就是警隊 警政府其實都沒有吸水到這些的教訓 反修例看到的就是警方 還有警察 其實都是把一些責任 把一些暴力出現的責任 都推給一些示威者 然後就是以暴制亂這樣的說法 藉口 就是把一些警員違法的行為 就是合理化了 時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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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就 如果說他們吸收了什麼的教訓呢 就是七警案 朱經委案 吸收了什麼的教訓呢 就是 所謂 就是做得聰明了 聰明了就是 就是把他們那個警員的身份 識別都遮住了 你根本就找 根本就 不知道怎麼投訴 不知道投訴誰 然後就用一些方法去阻止 一些記者去拍 拍都拍不到 那些什麼拳打腳踢的片段 就見不到光 你拍都拍不到 然後就是 令到現在那個投訴警方 警員那個機制 就將他廢盲武功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今天雖然看到這個七警案 就告終了 那麼就 定罪呢 就 退翻不了 那麼就 理應 就應該是 都會感到恩惠的 就是還有一個司法 還有一個公義得到彰顯 但是如果我們想一下 就是七警案 七警這件事 拳打腳踢是在今天發生的話 就是那個情景會是怎麼樣呢 那個情景會是怎麼樣呢 一 一就是根本 記者可能一早都已經被趕到很遠 完全拍不到這些片段 第二 就算拍到了 會不會有些機構都不敢出街呢 沒有播到呢 第三 就算出了街了 律政處很明顯是拳打腳踢了 律政處告不告呢 會不會又說這些證據的質素有問題 就不告了 四 當事人想自己告又怎麼樣呢 就問政府拿回警員身份 不給 告都告不了了 告都告不了 那怎麼辦呢 最後這個 如果有七警拳打腳踢事件重演的話 可能就變了不是七警案了 是冤案 是冤案 就是沒有結果的 就是沒有結果的 那這些以上的情節呢 就如有類同 就是香港不幸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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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